文財總裁 bank. Bank 合致 這個好 好 介紹完市場工去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介紹這個市場均衡的概念 好 那這是市場的戶協一定的均衡 然後市場的正協限公益 然後他們的焦點就是市場均衡所在 那這時候所對應的價格 我們稱為均衡價格 所對應的數量稱為均衡數量 均衡就是不同力量所在平衡這種狀態 比方說在均衡價格之下 你看這條需求曲線 市場需求量是7 你看這條供應曲線 市場供給量也是7 所以說供需算化的力量能達成這個平衡 也就是說在市場均衡價格之下 買者願意也且有能力購買的數量 也就是說這個市場需求量 竟然等於賣者願意也且有能力賣出的數量 也就是市場這個供給量 好那市場均衡價格 有時候稱為這個市場傑星價格 好那因為在這個價格之下呢 因為這個我們剛才提到 市場供給量等於市場需求量 好所以說買者呢 他可以買到他們想要貨買的數量 然後賣者呢也會賣出呢 他們想要賣出的這個數量 好那市場的這個需求量等於供給量 好不會有這個賣不出去 或者說你不會有買不到的這種情況 好那買者跟賣者他們的行為 會很自然的使市場趨向這個均衡 好那我們可以來看呢 如果說呢 如果說呢你的這個價格 你的均衡價格現在是每求2美元 好那如果說你的價格高過這個2美元的話 好那你可以發現呢 你現在這個需求量呢會變少 然後攻擊量會變多 好那在這個均衡價格之下 你的這個需求量等於供給量 好那在這個價格之下呢 因為你的需求量減少 那供給量增加了 好所以在這個價格之下 你現在的供給量 會大過這個需求量 好那超過的部分呢 就是這個我們把它稱為剩餘 好就是剩餘的 剩餘的 剩餘的78頁的 左邊這個 這個surface 好那剩餘 所以有時候稱為這個超額攻擊 好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A 這個A 這個小A後面 它是提到SS3塊 好 好就是超額攻擊 就是攻擊量 大過這個需求量 好那相反的 如果說呢 好我們先看這邊好 如果說你有剩餘的話 那接下來價格 就是接下來這個 買賣雙方 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好 那有剩餘的話 代表說呢 你有這個 有些這個 數量賣不出去 所以如果你是廠商的話 你會什麼樣的反應 你是會降價求售 然後把這個沒有賣掉的部分 透過這個 把價格壓閉 然後把它賣出去 好 好 那當這個價格求售的時候 那價格會下降 那價格下降的話 那需求量增加 好 那當價格下降的時候 那有些廠商呢 他覺得 他的這個 他覺得這個力度沒那麼高 然後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攻擊量呢 攻擊量就減少 好 所以說當這個價格下降的時候 那一方面需求量會增加 那二方面攻擊量會減少 好 那可是在這邊呢 你還是有剩餘 所以說 還是有廠商會把價格再繼續往下調 好 那所以說最後會趨向這個均衡價格 當這 達到這個均衡價格的時候呢 這個廠商就不需要再把價格往下調 因為這時候 在這個 在這個均衡價格之下 他可以賣出呢 他所想要賣出的數量 好 所以說當價格高於均衡價格的時候 好 那價格接下來會趨向這個 會趨向這個均衡價格 好 那相反呢 如果說呢 你的價格 基本上只有1.5 低於這個均衡價格 好 那你可以發現 當價格下降的時候 攻擊量會減少 然後需求量會增加 好 那現在的需求量呢 會大過攻擊量 那超過的部分呢 我們稱為短缺 好 這是課本 這邊手提到這個show pitch 好 好 那有短缺現象的話 好 那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 好 接下來這個 買賣雙方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好 那有些冰淇淋 比較愛吃冰淇淋的 好 他們買不到 他所想要賣的數量 所以他願意用一個比較高的價格 好 然後廠商呢 冰淇淋賣神呢 他看到這個外面 外面有人在排隊 他是不是會 他是不是 會 接著想說 是不是可以把價格調高 好 那所以說 在有短缺情況之下 有些買者願意出比較高的價格買 那有些賣者呢 他也會調高這個價格 好 所以價格會上升 這樣會上升的時候 好 那你的短缺呢 價格上升的話 你需需量會減少 供給量會增加 然後短缺的幅度呢 會縮小 可是只要有短缺的話 還是有買者願意 願意這個出比較高價格買 然後有些賣者 也會調高他的價格 好 那最後呢 又回到這個均衡價格 好 所以說當市場 市場價格低於均衡價格的時候 會有短缺 可是接下來的變化呢 也是會往這個均衡價格去趨近 好 所以說呢 不管你一開始的這個價格 是高於還是低於這個均衡價格 最後都會去向這個均衡價格 好 那短缺有時候稱為這個超偶需求 好 那所以說當市場價格 偏移均衡價格的時候 賣者跟賣 買者的行動 會自動的 促使這個價格 重新回到這個均衡價格 好 那市場可以重新 把整這個均衡 好 那這時候市場價格 打完均衡之後呢 市場價格就不會 有向上後向 就不會有變動的這個壓力 好 那市場 會重新回到均衡的速度 會有多快 好 那決定你這個價格 調整的速度有多快 好 那每個 每個市場價格調整的速度 並不相同 好 那比方說股票市場 它的這個價格調整的速度 就很快 就是說你 你市場可以看到這個 那 這東西的價格 市場在變動 好 代表說它調整的速度 比較快 好 那也比較 會比較快速的 回到這個均衡 好 那如果說你價格 不太這個 這個 偶爾財 這個 偶爾財變動一下的話 通常表示這個 價格調整的速度 比較慢 那回到均衡速度 也會比較慢 好 那在大部分的這個 自由市場裡面呢 價格最終會回到這個均衡 所以說呢 你的這個 剩餘或說短券 只是暫時的這種現象 就是說自由市場 就是說你價格呢 價格是由市場供需決定 然後呢 政府沒有 沒有介入這個 介入市場去干預這個價格 好 那在這些 在這些 這些自由市場裡面呢 好 那價格最終會回到均衡水準 好 那這種現象 這種現象還算普遍 所以我們稱它為供需法則 好 就是79頁的 Low supply 在我們的裡面 好 它講的是 那些商品的價格會調整 然後使商品的供給量 可能需求量達成平衡 也就是說這個 價格 價格的 價格會去向這個均衡價格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 介紹這79頁的 The 3-State to Analyzing Changes Inquilibrium 這個分析均衡變動的這個三個步驟 好 那這三個步驟呢 會一直辦學整理 只要你練經濟學的話 那 你就會 市場必須要這個 進行這三個步驟 好 那 那我們知道這個市場均衡是 市場供需所共同決定的 所以當市場供需變動的時候 那均衡也會跟著改變 好 那所以說我們首先呢 如果說我們要分析某一個事件 如果影響市場均衡 好 那我們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 你決定呢 這個事件呢 會 會 會影響攻擊 還是會影響需求 還是會同時影響 好 那影響攻擊的話 當然就會照我們攻擊曲線移動 那影響需求就會照我們需求曲線移動 那如果兩個同時影響 兩個同時影響的話 這兩條線會同時移動 好 那這是第一個步驟 好 第二個步驟呢 好 你決定受影響的曲線 它的移動方向 是要往右移動呢 還是往左移動 需求曲線往右移動 代表需求增加 攻擊曲線往右移動 代表攻擊增加 所以說呢 不管是哪一條曲線 往右移動 都代表這個 它的這個 呃 好 那曲線移動之後呢 接下來你就可以找到這個新的均衡點 好 然後呢 你就比較新舊均衡 好 你就可以看出了 你就可以知道 均衡價格跟均衡數量是怎麼變動 好 好 那你進行到第三個步驟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事件 對市場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它的影響就顯現在均衡價格跟後收均衡數量的變動 應該說 均衡價格跟均衡數量的變動 好 那這個 這本書在79A1 右邊特別用的這個表3 好 來 這個 好 這 這三個步驟就有重點 把它這個顯現 顯示出來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一些這個例子 好 那就是這個只有需求有變動 好 比方說呢 這個紋下邊呢 變得非常炎熱 好 那這個這樣的事件如果影響冰淇淋的市場 好 那我們就根據這剛剛三個那個分析步驟來進行分析 好 那首先你看這樣的 這個天氣變熱了 它會影響冰淇淋市場的冰淇淋需求 還是兩個同時受到影響 那顯而易見的 就是說天氣變熱的話 那大家會多想吃冰淇淋 好 那所以說呢 需求會受到影響 那冰淇會不會受到影響 好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影響供期的 影響供期的因素 好 就這些 你投入價格有沒有變動 這一番來講是不會 好 那天氣熱也不會改變技術 然後呢 也不會改變預期 然後賣的人也會變多或變少 就是一下子也不是說你想要賣冰淇淋就賣冰淇淋 好 那所以說呢 基本上這個不會影響到 天氣的變熱並不會影響到這個冰淇淋的這個供給 好 那它只影響到需求 好 那接下來我們決定 這個需求的這個移動方向 好 那冰淇淋變了大家會多想要吃冰淇淋 好 那所以說冰淇淋的需求會增加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 在原先的這個價格之下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 或者不管哪一個 不管冰淇淋的價格為何 那人們因為天氣變了 會想要多消費冰淇淋 好 那所以說需求的曲線呢 往右移動 那原先的均衡點在這邊 然後現在風景沒有受到影響 那需求的曲線往右移動之後 新的均衡點就降在這邊 好 那就在原先的 那你可以看到均衡價格 均衡價格上升 比方說中美秋 兩塊錢變為這個2.5元 好 那你這邊就可以看到 如果說價格 一開始還在原先的這個 兩塊兩塊美元這均衡價格 好 那你現在買的很變多了 好 那比如現在我們剛才提到 你現在呢 在這原先均衡價格之下 現在市場會有什麼 會有SURPS還是SHOTISH 會有SHOTISH 會有短缺 那有些買不到冰淇淋 買不到他所想要買的數量 所以他會願意出比較高的這個價格來吧 那有些冰淇淋 看到這個外面的這個排長龍 他可能會 他可能會挑高他的這個冰淇淋的售價 好 那所以說呢 所以說當這個新竹增加的時候呢 你最後這個BCE的價格呢 BCE的價格呢 就上漲 好 那我們可以 這個結果我們可以比較 這個新的均衡跟舊的均衡 好 我們可以發現呢 這個 BCE的這個 天氣變化呢 會造成BCE的價格上升 然後還有這個BCE的這個 這個交錯 這個成交量的增加 好 那這時候呢 這時候這個 這供給曲線並沒有 供給幣沒有改變 天氣變化並不會造成供給的變化 而到最後你可以發現呢 這個供給量呢 是增加的 好 那因為這價格提高 所以你看 你可以 你跟著這條供給曲線 你可以發現 從舊的均衡到新的均衡化 是在供給曲線線上移動 好 那所以說這個 它還是會造成供給量的增加 就算 天氣熱是造成需求的增加 而到最後呢 到最後 到最後這個 整個市場的這個供給量呢 也會也會隨便增加 好 那是因為這個價格 價格上升 好 那我們稱呢 整條供給曲線移動 而稱為這個供給的變動 好 各位同學看八十頁 好 各位同學看八十頁 這個 例子上面那一段 好 to summarize a shoe in the supply curve is called a change in supply 好 攻擊曲線的移動 我們稱為攻擊的變動 and a shoe in the demand curve is called a change in demand 好 需求曲線的移動 我們會稱為需求的變動 ok 那就是整條線的移動 好 接下來 a moment alone a piece supply curve is called a change in the quantity in the quantity supplied 好 沿著固定的 攻擊曲線的移動 好 能稱為攻擊量的變動 好 a moment alone a piece demand curve is called a change in the quantity demanded 好 沿著一條固定的需求曲線的移動 好 我們稱為需求量的變動 好 這差別只是 一個是demand 然後一個是這個 一個是這個 一個還有這個 一個是demand或supply 然後一個還牽涉到這個quantity 好 你有牽涉到這個quantity的話 就代表說它是沿著 沿著線上的移動 好 那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例子 好 那第二個例子呢 我們看的是空襲的 如果發生變化的話 市場均衡會如何變動 好 假設在另外一個夏天 台風吹毀了這個甘蔗田 然後上糖價上漲 好 那這個事件會如果影響到冰淇淋市場 好 我們還是預請剛剛那三個步驟 好 那第一個步驟呢 就看它糖價上漲 它是影響這個攻擊還是影響需求 好 那我們剛才提到呢 這個糖就是這個冰淇淋的這個投入 所以它價格會影響到成本 然後技能影響到空氣 好 可是呢 糖呢 糖價格會不會影響到 會影響到冰淇淋 會不會影響到需求 好 就是影響這個需求的這個因素 好 糖算不算冰淇淋的相關商品 我剛才提到這個 克文提到這個冰淇淋跟什麼 熱巧克力降 就是說你在吃冰淇淋的時候 你可能會淋到巧克力降 淋上巧克力降 因為你在吃冰淇淋的時候 再淋上糖價 有沒有看過 沒有 所以這個 所以糖不是冰淇淋的相關商品 好 那所以不會影響 糖價變動並不會影響到增淇淋 和冰淇淋的這個需求 沒有錯 影響到它的空氣 就影響到它的成本 對啊 有些影響到它的需求 好 那所以說呢 這個 畢竟糖價的變動呢 會影響到這個空氣 長價上升造成生產成本上升 然後造成這個 這個空氣的這個減少 會影響到空氣 好 然後並不會影響到這個需求 所以需求曲線並沒有移動 這是第一個步驟 那第二個步驟呢 它影響到空氣 然後如果影響 那長價上升的話 當然它成本上升 所以廠商空氣預約下降 所以空氣會減少 那就顯示在空氣曲線往左 好 空氣曲線往左 好 這第二個步驟 那第三個步驟比較西舊均衡 好 那所以當這個 當空氣減少的時候 新的均衡點位在原先的左上角 好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均衡價格上升 然後均衡數量減少 好 那這樣結果 這樣結果合不合理 你盤價上升 然後兵器銀成本上升 所以兵器銀就變貴 可是兵器銀變貴的話 大家就少買 所以這個銷售量就減少 之前泡麵為什麼會漲 就是麵粉漲 所以麵漲 麵的成本上升 然後食用油漲 然後所以 麵也有一些油 泡麵也有一些 用到一些油脂 好 那所以 所以這個泡麵 泡麵就漲價 泡麵漲價之後呢 這一碗泡麵 一些油料泡麵 一碗可能要60塊 60塊就燒入一個便當 那大家想說 有些人可能想說 那我乾脆去吃便當就好 為什麼要吃你泡麵 泡麵的銷售量怎樣 會減少 好 然後這胡鬚章 那滷肉飯之前從一碗 大碗的一碗 從64塊漲到68塊 那大家覺得現在什麼時機 那 你的漲價不合理 啊 然後 然後 我不曉得 裡面什麼成本 什麼東西上漲 泡有漲嗎 好像還好 洛油漲嗎 好像還好 只是電漲而已啊 然後他就 一碗就從64塊漲到68塊 那大家覺得現在什麼時機 那 你這漲價不合理 那大家就不願意買 那魚肉就噴起 噴起之後 他就把價格調回去 然後還附帶一些促銷措施 那所以這個 就是說你廠商也不是說 你雖然 我們這邊舉的是完全競爭的例子 然後完全競爭市場的例子 那胡鬚章這個 以後你們各的經濟學會學到 他比較偏向這個 獨佔性競爭的例子 他有自己的風味 魯惡煥有自己的風味 所以他不是價格接受者 那可是也並不是說這個 你廠商想要漲價就漲價 你要考慮到很多的這個因素 好 那這個是風景減少呢 就造成這個 造成唐價的上升 然後造成這個銷售量的減少 好 比方說你的國際也有價格上升 那技術價格會怎麼樣 技術價格也會上漲 對不對 那可是大家可能就開始節約用語 就少 比方說就少開車 然後多搭乘這個大量協定系統 好 那所以之後呢 這個銷售的這個 銷售量會怎麼樣 會下降 好 那這是 這是這個 剛剛風景變動的時候 這個造成 對市場均衡造成影響 好 那如果風景同時發生變動 比方說在同一個夏天天氣變熱 而且颱風來起造成唐價的上升 好 那 那我們可以看 我們還是依許這三個步驟 那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 這 這 這兩個事件 同時發生 好 那如何 如何影響供期跟需局 好 那跟你我們剛剛分析的 那你現在呢 你現在這個 需局會增加 好 因為天氣變熱 然後供期會減少 好 那因為 因為 因為 因為這個成本上升 好 那這是 那有兩個情形 一個是 價量起養 也就是說呢 均衡點 照這個圖景來看的話 均衡 均衡點的 從 這一點移到這一點 好 那對你的均衡價格上升 然後均衡數量增加 那就是說 這是價量起養 或是價漲量增 然後這個的話呢 好 你需求增加 增加幅度 增加幅度 比較小 然後供期呢 是大幅減少 好 所以這均衡點呢 從這一點變到這裡 那這邊的話 是供期減少 幅度比較小 你看這個糖價 上漲幅度有限 好 那可是天氣非常熱 好 所以需求 需求大幅增加 可是供期減小幅減少 好 那所以最後的價格呢 最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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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量的這個 需求量的變 銷售量的變 銷售量的變動 是由這個需求的變動主張 好啊 就是說你 從我們剛剛說起我們知道 那你需求增加 不管需求增加還是供期減少 都會造成價格上升 可是呢 對均衡數量影響就不一定 你要看哪一方的力量比較強 那這邊的話 需求大幅增加 供期小幅減少 好 所以說呢 所以說聚衡數量是增加的 那這邊的話 跟我的相反 好 你需求 你需求呢 只小幅增加 可是呢 供期大幅減少 好 所以說這個銷售量呢 是由這個 是受到這個供期的 主要受到供期的影響 好 你從這一點到這一點的話 你發現價格還是上升了 可是呢 因為這供期大幅減少 所以說均衡數量是下降 好 那結果就是價漲 價漲量縮 好 就說這兩個事件合起來 確定呢 會造成這個均衡價格的上漲 可是呢 對均衡數量的影響都不確定 好 那最後呢 我們課本呢 那 八月三頁表示呢 內出了 這九種可能的情況 那當然如果需求不變 供期不變的話 均衡價格跟均衡數量都不會改變 好 那其他的話 其他的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剛剛畫的情形是什麼 就是需求增加 然後供期減少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 這個均衡價格上升了 可是均衡數量變動方向不確定 好 那各位同學呢 就把這個剩 然後 第一個 第一個例子是說 這個 需求增加 可是供期不變 第二個例子是呢 需求不變 可是供期減少 好 我們課本舉了這三個 這三個 這三個 這三個例子 好 然後這個不用管 還說你還剩下這五個例子 好 那各位同學呢 就回去 回去自己畫畫看 你遲早要畫 至少照我這本課 你要寫答案的時候 我們這個 因為以前沒有介紹這個 沒有介紹什麼圖形 所以 是非不定題的部分呢 圖形比較少 好 那可是呢 有時候呢 有時候 是非不定題呢 會要求 每一條 每一題是非不定題 都會要求你畫圖 好 那這是因為呢 畫圖呢 可以增加你們的這個 分析的正確性 對 例如說經濟現象很複雜 那你不曉得 要怎麼樣 去得到一個正確的結果 好 那就按照我們剛剛那三個步驟 好 然後如果搭配這個圖形的話 好 那你這個 只要你的這個 呃 你的推論沒有錯的話 好 那你就會圖形畫正確的話 你可以 就很快得出正確的結果 好 然後這個市場的這個 好 然後這個市場的這個 那你的市場的 市場的這個工需的 工需的變化 這個我們稱為比較靜態分析 就一個事件或一個政策 發生變動的時候 好 那我們看它對市場影響 好 對市場影響就懷疑在對價格 還有對均衡數量的影響 好 那我們看就這些影響的話 我們就比較新舊均衡點 好 那這個分析叫做比較靜態分析 我們不去分析 它這實際上價格呢 怎麼會 從這一點到這一點 它是這樣子還是這樣子 那還是這樣子 這是屬於動態的分析 好 那我們直接比較新舊均衡點 所以我們的靜態 我們去做比較 那這個分析叫做比較靜態分析 那各位同學的大學呢 你會做 你會做 數千個比較靜態分析 所以說呢 剛剛這個圖寫 剛剛這個結果 你一開始就要去熟悉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兩位同學 上來畫圖說明 這張商品 如果與其這項商品 價格未來會 未來這個 價格未來會低的話 好 它會對這個 對市場 對均衡價格 還有均衡數量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八十三號 包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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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嗎 是你嗎 他有記得來拿考卷 我不是點你 龐立遠 哪一位 便機 便機勢逼 龐立遠 怎麼這麼巧 你們知道我們的規定吧 點名一次不到學習成績不調整 這次代價可能就是 差其他同學學習成績十分 最後可能通常會調十分 你以為第一次 第一次小跑成績來看的話 我調十分可能是評免不了 豬香爐 哪一位 好 那 四趟參與者預期呢 紅香產品的這個未來價格會下跌的話 好 那現在的均衡價格跟均衡數量會如何變動 好 另外再找一位同學陪你 陳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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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士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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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們兩個在我這邊的號碼加起來剛好一百號 這是我點名單上的號碼不是你們學號 所以你們也不曉得跟誰加起來剛好一百號 要再注一次 這是我點名單上的號碼 然後uju 迷你 你要點lect 真的是你 你們哎 你說 你 好像最有甚麼 對 如果市場預期這個產品的未來價格 這東西的未來價格會下跌的話 它對現在的均衡的價格跟數量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還是預期那三個步驟 第一個這樣的預期的改變 這樣預期的發生 會對需求還是供需 還是供需同時造成影響 然後第二個步驟是如何影響 然後第三個步驟 你就得出這個新的均衡點 你就可以看出最降量的影響 不知道怎麼話 我可以用不同顏色的文筆 變動的 變動部分 用不同的顏色文筆把它標示出來 不備地的改變 也有很多變動的 才能夠為一同只需 成立的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在今天 讓你幾乎 可以說 我有一天 楊肝 這個圖呢 預期價格會降 所以消費者 就會先有注目買 所以需求也會降 然後公平的 認為價格會降 所以他的供給量會減少 他會忍住不賣是不是 那應該會預期到需求會減少 消費疫情 我們是說有很重多的 我們 這邊分析的市場是完全經濟市場 有眾多的買者跟賣者 那每個都是價格接受者 所以說呢 如果說你是單一的賣者的話 你可能會考慮到這個買者的反應 眾多買者反應 可是以眾多賣者其中一員的話 我們就根據你對未來的這個價格判斷 然後再決定你現在的供給行為 會不會做什麼樣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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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下回來現在要多賣一點 這兩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 新的均衡點在哪 就是新的那個 對市場 市場有什麼樣的影響 對市場 對或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基本價格 現在 對啦 我知道價格會變動 怎麼變動啊 你不能考試的時候跟我講說 價格會變動 你知道 你只要寫 如果這樣算對的話 你大概每個同學平均分數 大概會有90分以上 因為我們考的主要就是價格變動 價向 OK 然後均衡數量 主要 主要 應該在演藝 數量 兩節要有數量 歐花 這個大大 好 這是一種可能啊 對不對 只是說這種可能 這個機率非常低就是 好 那不要說什麼 那 那 可的情況是什麼 你現在畫的是需求減少 然後呢 攻擊增加 不是 對 你需求減少 然後攻擊增加 好 啊 需求不確定 需求為什麼不確定 對啊 數量不確定 這個 數量不確定 好 那各位同學回去畫呢 有可能是 你的這個 價格是確定下降 然後呢 你的這個均衡數量 有可能增加 有可能減少 然後你把這個量 就是說你看到這邊不確定的結果 你就要 就這邊的話 就是會有兩個結果 然後剛好不變的話 是就是說 非常 就是非常 西域非常 就非常 湊小 非常巧合的情況 嗯 嗯 好 那各位同學呢 這個反正我們剛才提到的 這五種 我們課本上沒有分析的這種 情況的話 各位同學呢 回去自己畫一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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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結果就不合理 哼 零酒股價會跌嘛 對不對 零酒未來股價會跌 那現在會不會開始跌了 啊 價格不是 是數量不確定 不是價格不確定 不知道會不會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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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時候 那你確定是什麼 那你確定是什麼 對啊 那我們這邊畫的是什麼 或是說你這個結果是什麼 我們剛才不是說 你預期這個股價會跌的話 那近代需求會減少 你想要買這個是股票的話 你等以後跌的再買 對不對 然後呢 那如果手上你有股票的話 比起這個股價會跌的話 那你現在是不是又開始賣 如果以後你賣 以後你賣到一個比較低的價格 嗯 好 那你買的變少賣的變多了 那股價會怎麼樣 現在股價會怎麼樣 現在股價就會下跌啊 OK 只是說那成交量 就不確定 OK 賣得很多的話 成交量會怎麼樣 成交量就會增加 那買在人 那個 這少買的幅度比較大的話 成交量就會怎麼樣 就會下降 OK 好 有沒有問題 我們下禮拜 我們就下禮拜 我們就下禮拜這個 下禮拜二 下禮拜二第二次小考 就考第三章跟第四章 然後這個考試的這個提醒 又跟 就是這個問答題還是從這個課本後面形體出來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那個大一的同學出席十分鐘之後回到教室 謝謝 謝謝